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女西装的制版方法 这个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的规格表 以及新圆形纸样,接下来我们开始绘制 首先对圆形的嗓道进行处理 后片肩胛嗓,我们转移二分之一至绣笼,成为松亮 另外二分之一留在肩缝,做吃亮 首先做出一条新的嗓线 再用到转嗓工具 狂选住涉及到的操作线,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点选新嗓线,再单击鼠标右键 点击合并嗓的起始边 我们先点始边,因为这时候我们要转移二分之一 按住Ctrl键,再点击中边 输入它的比例 前面的嗓 我们将三分之一留在嗓笼,成为嗓笼松亮 三分之二转移至侧缝 画出新的嗓线 用转嗓工具,框选住涉及到的操作线 按住Ctrl,点击中边 嗓到处理完之后,我们做出厚片胸围的宽度 用智能笔工具,以这个点为参考点 找到距这个点水平方向胸围除以4,减0.5的阶量 单击鼠标右键切换成钉字尺 然后用点工具,以这个点为参考点 我们对它进行偏移,按回车键 水平方向胸围除以4,加0.5的阶量 这个,那么从这个点到这个点的水平方向 就是我们前片的胸围宽度 那接下来我们要将前片这个点移动到这个位置 智能笔工具,框选住前片 按住Shift键,这时候鼠标单击右键 出现抓手工具表示移动 我们这时候再按Shift键 可以对它进行切换 乘2表示复制一次 乘N表示多次复制 那我们这时候只需要将它移动 然后做出下摆的辅助线 对这条水平线段进行平移 我们鼠标左键拖动它 点击两条边 对它进行靠边处理 然后往下移动 一长的距离 我们延长这条线 可以用剪断线工具将它合并成一条线 做出搭门宽 用点工具 对这个零口点进行偏移 2.5的搭门宽 用智能笔工具 做垂线 然后我们对这两边进行靠边处理 鼠标左键框选住两条边 然后在需要保留的地方单击鼠标右键 将底摆的辅助线 在水平往下移动 1.5的距离 让我们前面的底摆 有一个下降量 接下来我们标出嗓线的位置 距离BP点3厘米 第二个嗓 距离第一个嗓6厘米 后片嗓的位置 距离侧缝 1.25 到这里 辅助线绘制完毕 下面我们在选项层设置里面新建一个层 然后切换到新建的层数 开始绘制 用智能笔工具 将肩进点抬高 0.4 肩点抬高1.2 我们用建立联动工具 更改后背的肩宽 点击调整的点 再点击参考点 肩宽 除以2 加0.3 下面来画后中线 往里收1厘米 腰围收2厘米 我们调整一下它的弧度 绘制绣笼 绘制绣笼 我们下期待 点击下来 感谢观看 接下来绘制后片的嗓 对这个点进行偏移 调整一下嗓线 我们回到辅助线涂层 将腰围线往下平移 做出臀围线 我们回到辅助线涂层 到这里后片绘制完 下面绘制前片 首先我们将后片的尖线测量一下 并记录下来 将前片尖线抬高一厘米 这时候我们用智能笔工具的曲线调整功能 按住shift键 鼠标右键点击需要调整的线段 点击第五个图标 长度为后片线长 减0.4 绘制前片的嗓 用追行嗓工具 点击生成零行嗓 单击生成的位置 第一表示上面部分的长度 第二是下面部分的长度 上面输入15 这个W表示的是嗓的宽度 这个W表示的是嗓的宽度 绘制修笼 绘制底板 用圆角工具 这时候我们可以单击鼠标右键 保留小尖角 接下来绘制另一个嗓 先标出嗓的宽度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对这条线段进行剪断 用修正工具将这一部分的弧线拉长一下 然后 然后可以用智能笔工具的靠边功能 首先框卷柱需要靠边的两条线段 然后在需要保留的部分单击鼠标右键 接下来绘制前片的口袋 找到二等分点位置 用点工具找到距这个点 水平方向8.5的距离 水平方向往外偏0.5的距离 竖指方向是口袋的长度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更改线形 鼠标左键框选 水平方向往外偏0.5的距离 水平方向口袋的宽度 往上0.8 接着我们做出口袋的圆角 用圆角工具 框选住需要连成圆角的线段 这时候按下Shift键 可以将它切换成等距离的圆角 输入长度 这时候它就是等距离的 接着来做胸前的口袋 接着来做胸前的口袋 当然这样内用平方袋 hacer credibility 现在做 mornings 也能一杯 在厉害